我一開始就決定要學電影 然後電影的話一般人就會想到要去美國學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選擇美國 是因為其實我很喜歡日本電影 我從小看到大的幾乎都是日本的電影 然後日本它電影都有一種非常特殊的那種風格 還有那種特殊的氣氛 我覺得那是我想到日本 然後可以在這邊學到的 為什麼會選擇這間大學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間大學它主要它想培養學生的是一種企劃的能力 然後讓我們可以想出故事 然後還要讓這個故事 就是可以在各種資源的整合之下能夠真正的去實現它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企劃力特別重要 是因為因為現在器材相對有點越來越便宜了 所以會使用這些器材的 會錄音的 會攝影的人越來越多 我要怎麼跟別人有差別就是在企劃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個學校特別吸引我的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學校它在京都的松竹片場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一個攝影棚 然後那個攝影棚是用電影規格 就是他們正式在使用的攝影棚的規格去打造的 然後這個攝影棚是可以完全提供我們學生去使用它 然後真正在去的那個攝影棚之後我發現還有一個是我沒有想到的好處 就是我們真正就是因為它的攝影棚就在那個就在那個松竹片場裡面 所以我們真正跟正在拍的電影有很多的連結 有時候人手不足的時候我們也會過去幫忙 然後我們也會跟真正松竹的一些工作人員有很密切的一些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其他學校沒有辦法的提供我們的一些優點 我覺得這個學校這個學部它非常凝聚力非常強大 所以我在這邊交到很多真正的朋友 我覺得這位朋友在我以後的人生上都對我非常受益良多 這是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我畢業之後就回到台灣 然後我馬上就進到一個就是在製作影像的一個公司 影像製作公司 然後我比較幸運的是我一進去之後 馬上就跟中國有一些密切的就是一些合作關係 然後共同製作一些紀錄片 我擔任的工作是就是從企劃開始 我主要是以企劃為主 我被要求要就是在短時間之內做一個完整的一個樣片 然後做完這個樣片之後我會帶到就是中國去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發表 然後讓一些有興趣的投資人能夠投資我們 我在大學的時候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每天一直在訓練的 影像製作的一個學習過程中 我們常常要針對自己的作品做一些發表 就是我們會被訓練的能夠就是說出自己作品的魅力在哪裡 所以這一點就是對我後來就是對一些 要對一些廠商要發表的時候就是非常有用 然後還有就是樣片的製作 因為我們以前的訓練是從一條龍的訓練 是從頭到尾 從寫劇本 然後到錄音 然後我們甚至還要自己去修那個音頻修音波 所以這一整套我們都是會的 我們也都是用的 就是我們是一整套學完的 所以在少人數的製作的時候 多人數的話可能可以一些有些分工 可以讓就是工作別的比較單純 但是在什麼都要一個人做的時候 我覺得我之前的訓練 就是確確實實有幫助到我 讓我可以一個人完成這些作業 就是給各位對這個學校 這個學部有興趣的人 希望你們能夠來到這個學部 因為你可以交到真正的朋友 不只是玩樂的朋友 而是一起工作的朋友 這些才是真正的夥伴 非常有魅力的一個學校 希望你可以一起參加我們